各位小聚的聚友,晚安,我是諾貝,我們是HiVLine,我們幫助新鮮人打造個人化的專業履歷 你知道,不管是學生想要找實習,或者是新鮮人想要找工作,都需要一個東西叫做專業的履歷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實有90%的人都覺得寫這個東西是挺頭痛的 大家都覺得履歷都不會寫什麼上班,所以那些學生才不敢跟各位大好伴說,這是大家心中的痛 那怎麼辦呢,我們深入去研究這件事情,發現其實內容呢,那個格式其實還是對大痛苦 大家知道課程很多嗎,教你內容怎麼寫才能夠點出你的亮點嗎 但是格式咧,格式咧,格式咧,都沒有教你格式怎麼寫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嗯,發生什麼事,他就說,第一個 他就說,專業履歷的格式很標準很難,到底字體可不可以寫線 到底字體要幾號,用New Time Woman可不可以 用西系迷體會不會被打,用標凱體會不會覺得我太粗爛 用形書體會不會覺得我真的太浮誇 哇,好多問題啊,到底要怎麼辦呢 好,就在這些問題,我全部都解決囉,OK囉 他就跟我說,欸,我握得不強耶,怎麼畫殼子 哦,就痛口,就痛口,世界痛口 但是告訴大家,告訴你們,基本好有了HimeLight.com 你們都不用再擔心這些問題了,好開心,好辦法 你只要把你所有想要打的東西,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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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噗丟,丟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然後數1,2,3, 你們專業的力量就好了 哈哈哈哈,有沒有很開心啊,掌聲鼓勵鼓勵吧,謝謝 欣養的人救 reminds me,好 bowling 欣養的人救心啊 而且有各種樣的反 Milton Friedman 不管是什麼樣的使用者都可以在我們上面,得到最好的 例如說我們的徐志摩摩摩啊 例如說我們的賈伯斯駕 tampa啊 還是你是湯普五呢,都可以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體現喔 譬如說普亭,普亭他就非常驕傲地說 我的知識度全世界第一,被打狗花 跟台灣的總統加起來合起來不太一百 神秘啊 那另外就是專業履歷格是多重要的 你看這是我們一個創辦人的小屁孩 民國79年出生的,才畢業不到兩年 但他的履歷放在一個賈博士一起 30秒之內看不出來太大的端倪 代表說專業履歷格是很重要嘛對不對 你在看,放起來就覺得賞心悅目舒舒服服 感覺每個人都專業人才 其實裡面有一個人掛掉了 拜拜,唐波虎,拜拜,普亭 快掛,沒有了,徐志謀掛掉了 那你再看,如果你的競爭者是用這種的 你會覺得你要選哪一個 很簡單嘛,還在填價照多少,有沒有 這還算好了,有的還填星座什麼 雙子座上身在金牛鬼異 死不晚宴嘛對不對 所以記得要有嗨咪咪咪咪咪 那我們做完就說還不行啊 我們不能閉門造居自己快快樂樂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市場測試嘛對不對 我們就找了一個前輩 這個前輩說,他說的話很精酸刻薄 然後他的那個LINE的ID叫咕咕 所以他說不要多不明 就要鼓引其名的一個前輩 他就告訴我們說呢 嗯,你要去一個地方做市場測試 這個地方成功了,台灣就是你們的了 這個地方叫做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他說啊,台大學生沒有特別優秀 他們有一個特質特別會考試 對吧,合理吧 那這麼特別會考試的人呢 對這種格式跟履歷這種表面的東西 他們做的很厲害嗎 他就說呢,如果你能夠確定 這是台大學生的問題 那就是台灣學生的問題了吧 OK嘛,簡單嘛 這邏輯通嘛,對不對 好啦好啦,那我們想說 台大要找哪邊的地方合作 然後要找台大管院好了 因為管院就是那種最... 最...對未來很有想望的 就是會想好好做履歷的嘛對不對 我覺得台大履歷只要的東西 那謝謝那個徐老師給我們機會 我們就開了兩堂履歷課 就兩堂,因為我們也沒有錢嘛對不對 要下廣告也沒錢嘛 我們就開了兩堂履歷課 喔,效果很驚人耶 他們告訴我們說 喔,你這個東西很棒 好棒棒 他說,終於 我終於不用再翻新那個 繁瑣的我的格式了 可以再讓我找新創的時期的時候 專心面對的內容 跟專心準備那個 OK嘛,我朋友幫忙到年輕人 就覺得舒服快樂嘛對不對 然後又下一個又說 他說,欸,這個他就說 不用再煩惱排版了 能夠依照我自己的需求 選擇我要的環心 那不同的東西可以挑 最適合他自己的方式 他覺得好棒棒 那終於呢 我們有一個外商的成功喔 外商外商 嘿嘿 就是這位,郭專員 他利用了HAPPY LAND的履歷 終於得到了台灣維卵的工作了 他告訴我說 好棒棒,謝謝你 然後還挑一張很帥的照片 我發現他真有單身 好啦好啦,那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因為 我們就只教了兩堂履歷課 什麼事都沒有做 因為專心在debug嘛 結果就發現 在一天五個月 就三千個user在我們上面耶 RY超級高耶 我們付出零元得到三千個user 好開心 好棒棒 對不對 那後來呢 有個學生 我們在跟他聊 他就說 欸,這東西好強喔 沒可能啊 怎麼可以 他這麼零啊 我們想說 哇,這好像不錯喔 那我們的這個功能就叫做 履歷會出一鍵零吧 咳咳 當掉了 哈囉 很零嘛很零嘛 一鍵零嘛對不對 那陸陸續續呢 就是很高興有我們的 然後大哥 四位時代 然後還有一些 TPBS開始跟我們合作 我們台大學生會 開始幫我們做一些 人才庫啊 然後又跟那個對岸 就是我們有做一些 兩岸的實習架構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方式這樣子 好,所以到負型為止 雖然求職季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慢慢的 上升有大概有五千個user 然後大概三四千份履歷有匯出 然後有超過六十家新創 在我們上面 照實習跟照他們的爭執這樣子 那我們做完就覺得 好吧 那就再多做一點嘛 就是 為年輕人多做一點 我們也不知道可以賠到什麼時候嗎 在賠之前就是 留下眼鏡子 你會幫助年輕人 想把你點贊嗎 所以我說 那履歷都寫完 那我就幫你用得漂亮一點 當成Self Branding好不好 你以後在履歷上面 有什麼個人作品來 可以填這個嘛 看起來就好漂亮嘛對不對 我們就幫你精選六個 最重要的為什麼 因為根據統計 你人腦的智商 只能夠擷取六個重要的重點 然後你點開都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一些內容嘛 對不對 是不是很棒 像雜誌一樣 好開心啊對不對 那做完就說 其實我有一些同學很優秀 就想要參考他的履歷 或是跟他在上面做一些交友的行為啊 好吧 那我就幫你做個名片管理系統吧對不對 名片就是 名片管理就是賣管理的開始嘛 那我如果能夠幫年輕人開始管理 名片開始管理資料 就是一個人賣的起始點嘛 好啦 做完呢 做完呢 我們想說我們大家就到處逛逛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現在很有意思喔 就是大家在找新創的公司 在找實體 找證實的時候發現 常常在Facebook看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有沒有 請你幫我找JavaScript經驗 blahblahblah 然後又說 嗯我要找信用團隊的成員喔 這代表一件事情很重要 代表說 人們嘗試透過關係 找到一個好的名片 找到好的夥伴 找到好的商品 找到好的服務嘛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會在Facebook上面出現呢 很奇怪啊 因為Facebook 基本上就是一個私領域的東西嘛 它不是一個商業社群嘛 很奇怪啊 那代表說呢 在商業的社群方面 有一個口頭 這口頭沒有人去填 那所以大家只好 跑到Facebook上去 帽子被大家看到 穿著內褲被偷拍的 然後貼上Facebook的一個影響 也要找到一個好的人才 那就想說 唉地獄不空 師不成功啊 這種困境捨我幾 誰不如就像海皮帶來做吧 哈哈 開心 那我不想說 到底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商業社群 我發現有幾件事情 第一步要先做Self Branding 很簡單嘛 大家要先能夠recognize每個人是誰嘛 連你都不知道怎麼跟你長頭做嘛對不對 好 每個人都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知道我們很完美的東西 就知道說你要幹嘛囉 那再來就是什麼 我要管理既有的人脈嘛對不對 沒有管理好既有的人脈怎麼談 開發新人脈嘛 不可能嘛 那做完這兩件事情 那Social Network Match Market就 隨到取成嘛 那看到這邊 我就覺得有個疑惑 奇怪 第一步Self Branding 我們已經做了 我們已經做得好漂亮 好棒棒啊 那第二步是什麼 他說要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也有啊 我們有名片管理系統啊 那不就代表說 在High Midnight上面 經營關係 創造機會 那不就隨到取成嗎 唉唷 大家想說不對啊 我印象有一個專業的社群 叫做什麼 叫做LinkedIn啊 比較拜託勒 LinkedIn是2003年的產 我那時候Facebook還沒出來 他都不知道社群在什麼 你在一個開發公司的時候 不知道社群 東西是什麼樣的 一個概念的時候 你要叫他做社群太醜了 來來舉個舉例 就Self Branding 來說好了 左邊跟右邊你要選哪一個 漂亮 大概是右邊嘛 左邊就是大家喜歡的LinkedIn 很像死人脈 很像木志銘一樣 告訴大家說 我放在這邊再也不會動咯咯咯 GG咯 所以要在High Midnight上面 但是呢 因為我們很窮 窮到就是現在賠公司報 你們賠了多少錢 我們自己出差 都是自己換錢電影電 所以各位創作老大爺 可以不要投資我們 還是可以幫我們找一些 合作廠商機會 或是給我們好的意見 各位學生 請我High Midnight幫你做一個專業履歷 只要你為台灣都有一份希望 以後你有錢 就可以投資High Midnight了嘛 對不對 開心 新創作公司 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好的人才 所以那個蘇杜哥 你也可以跟我們一些合作 我們沒有要賺另一頭錢 我們只想幫助台灣年輕人而已 蘇杜哥跟我們一些合作 還有那個專業人士 如果你要給我們一些意見 然後在上面建立你的個人明白這些東西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那我們的團隊非常的緊密 非常的堅實 我們團隊會都男的 號稱七仙女 所以不會有戀愛的問題 不會分手 不會broken 好 謝謝大家 那有任何問題給我們 沒問題 謝謝 謝謝